一幕带着真定的决心再次上场 其他几人立马担心了起来 问着一幕 销炼同意让你上场了吗 难道你已经没事了 一幕并没有回答大家的问题 而是对几人说着 怎么一个个都神色凝重的 则立即开启了嘲讽一模式 你们可真是胆小呀 我只不过才离开了一会儿 对手只不过是个山王而已 根本威胁不到笨天才的 对我这个早晚冲出世界的人来说 屈屈山王只不过是中途的一战罢了 看把你们四个下的都成什么样了 四人一踢也是不乐意了 这家伙永远都是那么气人 但一幕一转身又是一阵痛感起来 艰难的转头就对赤木说了一遍 大猩猩我们可是要拿冠军的 那群家伙只不过是我们拿冠军的中途战罢了 刚一说完又是一阵剧痛 三人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 这看着都疼 他确定没事了吗 赤木发言 为什么说出这种话的 是我们球技之中最差的人 一幕一听立刻不乐意了 放你的五香麻辣 还剩一分钟相差五分 五虎围在一起做出了最后的打气 所有五人斗志满满 是要拿下比赛的胜利 因为咬紧牙关 这是最后决胜负的时候 绝不能掉链子 山王看着现在的湘北 也是不得不承认 打过这么多的比赛 还从来没有一支队伍 能像湘北这么强 观众现在是完全封成了两波 支持湘北的是帮着几人打气 好不容易来到了这一步 一定要追上去打倒山王 支持山王的依旧是各种超粉 他们还没有资格 想打倒山王怎么可能 湘北能否反超山王 就看着最后一分钟了 反弹们深思力竭地喊着防守 这一球一定要死守住 杨平等人也是一样 要再被山王投进一球 真的是无力回天了 回到比赛 河天拿到球就退到了外线 然后就观察着篮板下的鹰幕 也只想不明白 鹰幕为什么还要上场 真是个笨蛋 小河天双手一张 就把鹰幕轻松地接倒 潘潘也是没有想到 这次心而易举了就挤开了鹰幕 才子大感不妙 他已经撑不住了 位置也已经被对方抢走 河天是抓住机会 立刻把球传给了小河天 你劲难 这球就可以决定胜负了 鹰幕回头一看 小河天已经做出了投篮的姿势 鹰幕怒了 我们努力到了这一刻 才能就此倒下 卧槽 向美绝不会输 超越极限的鹰幕 一记遮天大帽 直接冒掉了小河天的投篮 这一帽是直接让河天和唐门怀疑人生 宫成拿到球 立刻与刘川芬发起了快攻 而鹰幕落地以后 也坚持不住地倒了下去 但现在香美可不能浪费 鹰幕这次拼命抢回来的机会 宫成和刘川芬冲向前场 山王又再次展现了他们防守的实力 盛金和鹤天一记回防阻止了二人的快攻 他们又觉得猛了 只要有鹤天和盛金一定能挡住他们两个 宫成目视前方 回进了盛金一记不看人传球 把球传给了三井 宋盟就像疯了一样拼命地回来放手 三井假动作黄了宋盟一下 随后将不球出手 宋盟已然是杀不住了 重重地撞向了三井 这季三井就像香美一样 注定会反超山王稳稳命中 山王这边再也坐不住了 这球对他们来说犹如青天比利 并且裁判宣布三分进球有效 白色六号推延犯规 香美加发一球 三井发球那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从这一刻开始 香美与山王只有一球之差